今天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雨水 你那里下雨了吗 雨水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很诗意的异象 在挪威的森林里 渡边意识到自己深爱着绿子 那就是一个下雨天 书里说这是美与时节特有的雨 没有一丝风 而渡边在接受绿子的表白时 书里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娱乐场后头撑伞抱在一起 身体紧紧地贴住 嘴唇急切合拢 她的头发 她的棉布牛仔夹克山的领口 都发出一股雨的气味 我读到这儿就在吸鼻子 我一直想知道 那个雨到底会带给人什么样的气味 在相恋的人那里 所有的气味都会让你想起对方吧 所以在我看来 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相遇 就是一场即时雨 对吧 好的爱情也是这样 你要在三万米高空 一朵云遇见另一朵云 才能相遇变成雨落下来 如果你不能飞到跟它一样的高度 你们不可能碰撞 不可能落雨 有点灵略的跌击 嘴唇